大家好,我是彭特传 从今天开始我们接着讲八字的基础课件 这节课为大家分享八字的工位怎么看 大运怎么看 第一点,用这个远键排庞 现在看八字都是比较的高科技了 前面也和大家讲过 我们直接用远键排庞就可以了 方便快捷 准确度也很高 有很多的远键 比如说APP有问真八字 网页版有圆红力真排庞等等 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第二点 什么是四柱 八字的工位有哪些 分别代表什么 我们看这个图 前兆指南命 昆兆则则指女命 年柱 吉卯 年干为吉土 年之为卯木 父母功 人际上代表了父母 长辈 外戚 外人 长辈 老人 年龄上代表一到十八岁期间 距离上来代表远方 出远门 月柱是 柄子 月旦为柄火 月之为子水 是兄弟工 人际上来代表兄弟姐妹 同学 同事 领导 年龄上代表了十八到三十五岁期间 日柱是 悟武 日柱为悟土 坐下为五火 深宫 夫妻工 人际上代表自己 配偶 年龄上代表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期间 石柱人子 石干为人水 石子为子水 是子女工 人际上代表子女 后代 下属 晚辈 年龄上代表我们五十五岁之后 距离上代表门户 第三 如何看六亲的关系 结合公位 加石绳 每个六亲都有相应的石绳可以对照的位置 能量状态 以前的克勒也跟大家讲过石绳 不明白的可以回顾一下 第四 大运是什么 它有多重要 大运是人的命运中有变数的一部分 命运等于命 八字加运 大运 命就是八字命旁 其五行格局高低 是固定的 运即是大运 则在起运开始之后 每十年换一次 有的大运为喜用 对八字产生好的影响 则能成事 有的大运为继生 对八字产生不好的影响 则比较难受 大运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命好不如运好 命好运差 也颇有一些白搭的意味 大运之所以重要啊 就在于它能弥补八字里不足的喜用神 或者可以一字八字里面过多的寄生 使你的整体命局达到一个平衡流动的状态 注意啊 大运为中性词 非好运的意思 例如此人在出生后八年能九天十四小时起运 就是虚岁九岁起运 目前它正走在2017年到2017年的甲虚大运 今年的流年为新丑年 它的第一步大运啊 是2007年到2017年的甲虚大运啊 下一步大运呢 是2027年到2037年的甲虚大运 再之后就是2037年到2047年的人甲大运 好 今天的内容呢就说到这里啊 我是庞之川 我们下期呢 再见